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16日在北京会见由土库曼斯坦总统顾问别格利耶夫 副总理格尔纪·梅拉多夫 国务部长巴巴耶夫等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 丁薛祥表示 中途始终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 推进各领域友好合作 今年初 习近平主席同比尔德·穆哈梅多夫总统 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 中土关系发展翻开了新篇章 中方愿同土方一道 全面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深化能源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土方表示 在两国最高领导人关心推动下 土中天然气合作成果丰硕 土方愿继续密切双方能源合作 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